俗话说的好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对于假面骑士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 假面骑士们想要成长就必须翻过自己这座大山 因此也就出现了许多我打我自己的名场面 那么今天要让大家盘点一下假面骑士中那些我打我自己的名场面 一太阳神与黑日的对决 众所周知那位独一无二的逼王一向自称是太阳 而他在变成假面骑士卡布头之后 按照剧中的设定代表的也是太阳神 那么与之对应的 我叫黑甲斗一生黑日不过分吧 黑红卡布头的剧中一共交手数次 虽然这时候天道已经拿到了害怕形态 但是双方的战况也算是各有胜负 至于其中的原因不必多说 那就是每次和黑甲斗打架 听到多少都是有点丝绸在身上的 总想着用最帅的姿势 让这个和自己抢妹子的小白脸颜面尽失 别的假面骑士上演我打我自己 要么是为了拯救世界打怪 或者是证明自己 要么是为了听从导演的安排 拼命搞笑 逗乐观众 只有这两个货是真正的以命相搏 就为了抢妹子 让他们二人对上的那一刻 哪个天道是异虫根本不重要了 此刻他们二人都有一个同样的名字 那就是妹控 二 惨遭队友被刺的剑 不得不说 总打妈真的很喜欢克隆梗 在假面骑士剑的叉叉掉DVD中 我打我自己的名场面再次上演 两个假面骑士剑就这样比划了起来 按照真假美猴王的惯例 至少有一堆吃瓜群众上来前辨认一番的 于是玉皇大帝和观音姐姐化身三Q拉打和局前辈出现在这场上 三Q拉打信心满满的上前辨认 人虽然没认对啊 但听上去起码是个好头 至于我们的OMO前辈更是不甘示弱 有一说一 我严重怀疑你俩是故意的 至于正确辨认方式嘛 这时候就有人要问了 这个假货不是戴着红领巾吗 怎么他们看不到 别问 问着红领巾是导演特意给观众们准备的 三 二叔暴打小明哥名场面 相信各位小伙伴对这个名场面再熟悉不过了 小明哥在剧情中来到喀布托的平心世界 由于有着逆虫可以拟态这个设定 小明哥毫无意外的惨遭毒手 所以一丑拟态了 由于实在太像 观众一时之间无法分辨 最终光下还不得不使出了满清十大酷刑之一的葵花点血手 这才让一丑露出了马鸟 转身跑路 但是小明哥显然不能让他去侵犯自己的相当权 所以在马路上轻松将怪人截胡 眼看怪人还想接着装下去 小明哥直接操卡变身自诊身份 随后上演了名场面 小明哥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但皮套里的二叔肯定很爽 四 残遭当面道号的劳斯基 劳斯基卧打我自己的名场面 出现在自己的插鞋的DVD中 这次劳斯基碰上了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怪人 靠自己的复制能力 狂卖盗版书 劳斯基身为警察肯定不能不管 所以准备和怪人开战 没想到怪人仅仅摸了他的腰带 就成功将其复制 并且也变成了磁骑 面对和自己一样的敌人 劳斯基明显慌了 甚至在切换轮胎的时候 还被怪人强行牛头人 而他身上没了轮胎 也直接导致赶来帮忙的 或小舅子把他认成了假货 上来就是一脚骑士踢 将他打回了圆形 随后为了对抗盗版 绝他研发出了克金正版磁骑 接受了老斯基最骚气的变身 有了香钻皮肤 老斯基自然是无往不利 靠着新形态疯狂碾压对手结束了战斗 然后最后腰带上才解释 其实这形态并不是什么香钻的豪华形态 就是把磁骑的圆皮换测同图了一下 并没有任何数据上的提升 老斯基之所以就要死打架那么猛 纯粹是因为自己有了信心 所以这个故 就是告诉我们 只要剧情设计的合理 龙大妈就可以光明正道地宣布自己做了换测同图的玩具 5 二位一体的诚哥 长命其实中号称二位一体的lider不少少 但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那估计就是诚哥了 通过诚哥的外战我们可以知道 这位魅控宰哥并不是普通人类 而是人造人 既然有着这种设定 那么搞出克隆体不也是洒洒水的事情 因此我们在剧中也看到了诚哥的克隆体登场 克隆体一共15个 在剧中说是被阿代尔制造出来的 实际上是诚哥他爹单顿搞出来的 阿代尔只是把他们带走了 并且命令他们去找诚哥手里的玩具 然后15个克隆体却合体成了一个 � 并且还通过圈渊魂和诚哥的战斗 体会到了关于朋友和伙伴的力量 然后就自我攻略成功 被诚哥感动了 最后在诚哥冰死的时候 选择和他合二为一 救活了诚哥 可能这波就是团中的我感动我自己吧 6 丧气四载登场 所谓的丧气四载 值得正是由天秤座星图 你太四载变成阿全的假四载 不过他显然没学到精髓啊 由于这个经典台词喊得毫无气势 本尊都忍不住吐槽 虽然如此 不过天秤座星图使出了防守反击战法 先是不主动出击 等四载打过来之后躲避攻击 再进行反打 四载本来看到有人到自己号 就有点需要血压 疯狂进攻 结果尴尬吃别被怪人打倒在地 道理我都懂 但四载你这个热情小青年 因为过于热血输了 我建议你好好感思一下 七 真正窝打我自己的小魔王 别的假面骑士上也窝打我自己 多数都是假面骑士之间的对决 但小魔王可不一样 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 被近世界的自己上来就是一拳 同时近世界的小魔王还不忘当一下谜语 话说小落地 你要不要听您自己在讲什么 不过假面骑士的事情 还是要用假面骑士的方式来解决 因此近世界的小魔王立刻变身 而小魔王也只能变身硬战 如果此刻的小魔王内心并不坚定 一直在端牛角尖 并且拒绝成为虫魔师王 所以毫无意外地 并近世界的自己一通抱锤 最后自己品尝了自己自伏踢的滋味 被近世界的自己一脚踢出近世界之后 小魔王为了赶快通关刷经验 终于想明白 想拥有力量 他必须统一黑白两道 接受所有的力量 最终拿到了完整的二阶表盘 与近世界中的自己合为一体 解锁了那个后来被丢进太尾道的形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其实小魔王也稍微一体的来的 把爱克赛德祖传自我PK 要说自己打自己这效 爱克赛德剧组属实有不少高手 宣誓在剧情中爱克赛德解锁双子形态之后 帕拉德曾以爱克赛德的成分 强迫有梦和自己PK 上有了爱克赛德左右互博的名场面 然后战略有梦当时心情很差 暴虐有梦 还美名其约玩游戏 随后可能觉得不过瘾 于是又在外战中和另一个帕拉德打了起来 到另一个 黑帕拉德的皮套 显然是东南拉最不走心的冲突 直接全部涂黑就行了 按照惯例 由于黑帕拉德没有感情 并且还是个黑化形态自在心手保护器 所以帕拉德初始被疯狂抱锤 最后让自己是外传主角 将其击败 而另一个我打我自己的高手就是飞彩了 在剧场版中靠着50级的魔王形态 BK 游戏世界中自己变成的真实勇者形态 别看这所谓的真实勇者貌似很猛 然而实际上人力也就和魔王形态差不了多少 于是毫无意外的被超越了自我的飞彩成功消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按照惯例 改变其是阿当 今天也在努力做视频 本期的故事告一段落 改变其是故事也不完结 我是阿当 改变下期再见